台中一家夜店凌晨爆發了肢體衝突 一名賴姓男子因為散場的時候人潮太多了 不滿被推擠和前方的民眾發射了糾紛 還動手揮旋 一旁獨自消費的張姓男子無辜遭受了波及 結果他被打到頭部撕裂傷 警方立刻聚集大批的警力 要求業者停業 動手的男子也被依釋違法送辦 警方趕到夜店 午池中這名男子扶著頭部表情痛苦 最後在安管人員的協助下 走出店外送醫 男子頭部撕裂傷現場一片混亂 警方立刻要求業者停業 同時大批警力聚集就怕衝突再度引爆 事發地點就在台中南屯這家夜店 9號凌晨4點多 當時夜店準備散場人潮正多 一名賴姓男子疑似不滿遭到推擠 遇前方民眾發生衝突 動手揮拳打人 雙方推幾下波及到一旁無辜的江姓男子 江南當場跌坐在地頭部多處撕裂傷 這個受傷的民眾是受到波及 被碰撞以後受傷 那針對奈懶的部分 本分局已經依這個社會知識違法 來移送跟辦 其實這家夜店警方先前才擴大零檢 沒想到一周後又發生衝突 根據瞭解 無辜被波及受傷的江姓男子目前暫不提告 而動手的賴姓男子則是被警方移送偵辦 為自己一時失控付出代價 記者王玉菲 張知南 林薄蟲 台中報導